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发专家对硬件进行模块化集成 搭配基于市场需求形成的独有控制逻辑 形成了适用于各细分市场的软硬一体化技术 软硬件的深度融合在大幅提升产品安全可靠高效的同时 满足各个细分市场的特殊需求 在软硬件的高度结合下 锐控一平台控制全面自如 锐控能够将高安全高效能电池 多合一动力域控制器 高效高级程电驱动桥 客车多元超低温热泵 高效补能技术 智能网联驾驶舱 智能网联云平台等领域的技术融为一身 可谓是宇通技术跃迁成果的极大成者 通过对关键技术的创新应用 实现续航领先10%以上 运营成本降低20% 为客户提供更商用 更耐用 更好用的价值体验 依托宇通亿万级的数据支撑 锐控一平台致力于解决车辆出行场景中 效率低 正向研发程度低 续航短 出勤率低 适应性差 安全无保证等六大痛点 凭借锐控E技术的强大性能 公交客车能够实现24小时 零下20摄氏度低温 一分钟实现安全启动 三电系统具备极限防水性 实现两米水深72小时无尽水 搭载双桥双电机直驱系统的公路客车 持续爬坡度15% 最大爬坡度达到20% 最大爬坡能力超越油车 持续爬坡能力媲美油车 用实打实的数据 表现实现产品价值的大幅跃升 得益于在新能源领域长期的耕耘与谋划 宇通现已掌握了17万辆车 超360亿公里运营里程的海量运输数据 其中搭载锐控技术平台产品 已实现安全运营350亿公里 精准掌握整车全生命周期的真实用户需求 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具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综合解决方案 在技术领跑的过程中更加有理有据 发布会上宇通商用车全系新能源产品在现场亮相 涵盖客车重卡轻卡矿卡环位等十几款产品 以沉浸式互动体验的形式 向全世界观众展示宇通新能源技术成果 及智能制造能力 新进发布的TOP级长续航超能巴士C11E2023款 首次在客车行业应用高防护等级 高结构强度的HE动力电池 体积小 重量轻 安全性高 多合一集中控制器 精准控制每一度电 综合续航提升30% 此外 C11E2023款车机还将支持智能语音控制 手机互联 多项投屏等交互方式 以及车云交互 在线服务 场景服务等功能 整车支持OTA智能升级 提升用户用车 管车 养车便捷度以及效率 针对公交市场 国内首款零后悬城市公交 宇通宇光E8MAX 搭载新一代高效轻量化集成式电驱桥 采用高速电机加高速变速器 加车桥深度集成的平行轴式两级传动设计 取代了传统的中央直驱系统的低速电机加低速变速器加传动轴 加车桥的三级传动 系统空间节约30% 总乘重量降低40%以上 制动能量回收效率可提升17% 采用新一代高比能量电芯及高集成结构设计 使得电池包体积能量密度提升38% 整车空间利用率提升40%以上 电池系统的能量密度 单包电量 空间利用率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宇通宇光E8MAX采用多元超低温热泵 可保证车辆在零下40摄氏度至60摄氏度环境 仍能安全稳定行驶 且采暖至热能耗低 冬季续航延长10%以上 有效解决了城市公交在运营安全 运营效率 能效节省等问题 且车辆以10.6平方米 全屏地板 零台阶的最大舒适化乘坐空间 以及8.5米公交同级最大载客量 达到10米公交级别 带来跨级别的大运力 让用户买的值 用的值成本也更低 放眼智能驾驶领域 基于平台软硬件的高度融合能力 业内首款正向开发L4级智慧小8 小宇2.0化身智能终端 行驶时能够将位置 车道等信息精准到厘米级别 并把路端信息实时传递到车上 从而保证其能够实现自主超车 自主避障 自主巡航 精确进站 自主驳车自动充电等功能 提供24小时智能全场景服务 可满足全天时复杂交通通行需求 适应大雨中雪大雾等恶劣天气 作为全国首个获得红点奖的自动驾驶巴士 定位城市最后一公里的城市微公交 小宇对各类人群都展示出友好的个性 高度紧为260毫米的踏步 宽敞舒适平坦的车内空间 让乘车更舒适 超大的全景车窗 让乘车变身城市观光 时时的人机交互 让旅途更轻松有趣 让出行更美好 在发布会的最后 雨通联合来自全球25个国家的500多位合作伙伴加入灵探联盟 共同发布全球首个商用车灵探宣言 雨通将协同全球合作伙伴持续推进新能源技术创新和商业化应用 加快全球商用车电动化进程 实现灵探排放愿景 雨通为何有这个能力 看完下面的数据你就明白了 6月15日 由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的世界品牌大会在北京如期举行 2023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重磅出炉 雨通以829.07亿元的品牌价值再度荣耀上榜 位居2023年度最具价值品牌榜第110位 较上年排名上升一位 为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树立新的典范与标杆 截至目前 雨通已累计出口客车超8.6万辆 海外销售和服务网络实现全球目标市场布局 海外市场定位愈发清晰 而在全球碳中和的大背景下 雨通客车更是在新能源领域换到超车 目前已在全球累计销售新能源车辆超17万辆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占有率超10% 2023年新年一时 雨通便再度斩获沙特拉伯550辆C13 Pro客车订单 沙特干旱高温气候条件严酷 对进口车辆的安全性和空调性能等要求较高 中国客车能够在沙特市场立足扎根 说明其研发设计 生产工艺全链服务等方面 以符合海湾国家对进口车的高标准 高端化国际化是中国客车品牌 由大变强必经之路 也为民族客车品牌提供了新的机遇 雨通自2006年首次进入沙特市场 目前已累计销售客车近3000辆 通过高端车型 树立品牌价值和技术壁垒 借此迎合石油大国对产品的定制化需求 雨通在沙特的高端化之路可谓恰逢其时 为适应沙特炎热干旱的气候和车辆运行里程长 强度大等特点 雨通研发团队深入当地进行调查研究 对此批车型进行了高度定制化的调整和改进 在动力系统上 雨通创新性的使用 AMT变速箱 匹配大马力发动机改善长途驾驶的行驶质感 同时为了给车辆带来更多的承载空间 提升单乘载客能力 雨通将600升油箱布置在前轮前方区域 从而为车身流出充足的行李舱空间 满足当地居民长途乘车携带行李的需求 此外 车辆还搭载了雨通独有的二代热管理系统 有效提高了整车的舒适性和运营经济性 车内则统一配备了42000千卡空调 制冷速度及制冷效果表现优异 为私承人员带来了清凉舒适的乘坐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 该批车还有10辆专用于皇室家庭服务的用车 车辆搭载雨通定制商务座椅YTH07 以及做工精良的大顶菱形格山内饰时尚感十足 伴随着这批车投入运营 雨通还设立了15人的支付团队 以提供一站式保姆服务 为这批车的后续运营保驾护航 智能高效安全的雨通客车 让沙特皇室爱不释手 后续还准备继续加大购入量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客人